近日,莫斯科资讯科技部门新闻处指出,摄像头将提升执法机关打击犯罪的能力,市民可依法申请检视录影。 但正常情况下,检视是受限制的。摄像头可以帮助调查交通违规及事故,寻找走失宠物,识别犯罪分子等。 莫斯科资讯科技部门新闻处还称,莫斯科的部分摄像头,已与面部识别系统连线。 2019年底前,还将有10万多个城市摄像头,接入该系统。 2019年底,莫斯科将新增安装约7000个户外监控摄像头。 这些摄像头首先将安装在居民楼门口、医院、学校等公共服务场所。 截至2019年底,莫斯科全市户外监控摄像头的总数量,将超过17.4万个。 莫斯科是政府正计划研究为警察配备人脸识别功能的A2眼镜。 2017年来自行业调查公司A3Market的资料显示,中国在公共和私人领域,包括机场、火车站和街道,共装有1.76亿个监控摄像头。 而美国一共装有5000万个摄像头。 按照全球领先资讯服务提供商A3Market的估计。 到2020年,中国监控摄像头数量,将增加到6.26亿个。 其实,中国才是世界上视讯监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。 在中国一线大城市,已几乎实现监控摄像头悬覆盖。 各类监控摄像头,让中国的犯罪分子难以遁形。 中国各大城市的治安水平,已领先世界。 本文来自 H新兴国际 头条号 每天对世界多一分了解。